大家好 我是Terence Hello 我是Terra 今天我們又來試菜 試一下Terra最喜歡吃的辣椰 正呀 你知不知在開鏡前我看到的時候我已經想偷吃了 這裡就是位於光明廣場的一間新開的店 開了幾天而已 就叫做616 616 我們就來這裡拿一拿個視頻 我們先去玩小食 這個名叫… 黃寬小皮蛋 這個小皮蛋是很小的 為什麼皮蛋這麼小呢 由於它是用鵪鶉蛋來做的皮蛋 一般的皮蛋是用鴨蛋來做的 可以叫它一口蛋 一口吃下去 一聲就入口了 加上一些配料 一口咬下去 一口咬下去 一口剛剛好 這個應該就是 其實現在很流行吃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用串串來打火鍋 或者直接一串串滷上來加底鍋 一個大碗上 這個就叫撥撥雞 其實就是串串來的 喜歡吃什麼就叫什麼 分量由你自己來定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串的分量都不是多 那你就可以試多很多款 如果吃川菜 當然不少 一定要吃到魚 魚其實有很多種做法 有什麼酸菜魚 水煮魚 但是這次有點不同 就叫鮮椒 薄荷魚 其實鮮椒我超級喜歡吃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麻 所以可以試一下 它就要用薄荷葉來做 所以跟外面的一般酸菜魚 味道應該會不同 剛才師傅說 已經將細骨全部起了 只剩下大骨 只剩下大骨 你肯不到吧 是啊 淡淡也沒有骨 而且你會發現薄荷 是淡淡滲出來的 麻也挺重的 這個魚很嫩 很嫩 好像我這麼嫩 但是這個鮮椒魚 下面竟然是一些菇 這個夠辣 喜歡吃辣的人很棒 辣味熟到我 這個夠辣得來 魚又鮮 而且它夠嫩滑 這個我相信大家 吃川菜一定有吃 它的本名叫無血王 這裡的名叫熟香1808醬 為什麼叫108醬呢 我不知道是否有108件 但是很大盤的 有很多不同的菜也有 你可能吃一種菜 都還未覺得它很辣 我們是越吃越辣 現在好像在拍辣面 這個香味挺濃的 我吃辣的東西 一邊吃一邊流汗 你會不會 你沒有 在流汗 對 我不會 既然這麼辣 我們不如試一下 淡味一點 有沒有 再中和一點 我覺得蝦應該會淡一點 香辣蝦不會有淡味 因為它乾身 很多時我出去吃的香辣蝦 裡面沒有什麼味 雖然吃了那麼多辣 再吃這個 但也很有味 看它的樣子不辣 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你是真的辣 好了 現在我們嘗試最後這個 叫紫蘇味蝦 嘩吃得多 但紫蘇我未試過 其實紫蘇很多時候 現在是配粵菜 但真的第一次見它配川菜 這個又不是那種味 不是麻辣的那種味 因為它用的是青椒 青椒的味道稍微清一點 你會感覺到這個 尾蛙的辣 是跟這些辣 全部都不一樣 哇 濕透了 很爽 已經濕透了 濕透了 真的 這麼多味道 都試過了 最喜歡哪個 你看我還在吃 就知道我喜歡吃這個 108醬和尾蛙 我最喜歡吃 鮮椒薄河魚 和這個 歡樂小皮蛋 它這個一口 一個 剛剛好 而我喜歡吃這兩個原因 一個是因為尾蛙 我最喜歡吃的食材 另外一個是因為 我發覺這六樣東西 裡面最辣就是它 正好 現在凍冰冰 吃到盛頭大汗 人輕合合的 本來這裡 它是在北京路 樓下就是回街了 你走到差不多 可以上來吃辣 好了 今次的介紹就完結束 我們下次有好東西 再帶你來吃吧 一定要帶我來吃 看看怎樣 看你乖不乖 我好乖 我們下次見 拜拜